欢迎继续回到新闻现场 时事来关心玲林谷尾国际的农机展 在谷尾高铁特定区举行了围棋三天展览 但是下午2点23分传出疑似有民众乱丢烟地 导致展场附近的草皮燃烧 总共波及到停车场内25辆汽车 展览参观到一半民众傻眼 因为一旁的停车场陷入火海 车子被火吞噬 烧到引擎和油箱传出爆炸声响 现场车辆警报器响个不停 民众惊声尖叫 浓烟烟焰只窜天气 车主担心自己的爱车想上前去看 但炙热的温度让人无法靠近 这个车主心急如焚 他说车子刚停前脚才刚离开 就听到后面说起火了 赶紧回头爱车已经烧了起来 还来得及旧的车主赶紧来挪车 穿着主办单位背心的工作人员 拿着密火器冲过来 消防队员表示 一开始货报是两台车起火 到场发现火事已经蔓延 初步轻点 因为有一些是全火一些半回 那各式车辆大概是25台 日宁国际农业机械继资财展 在湖北高铁特定区举办 围棋三天的展览 下午2点23分 展场旁的草皮突然起火燃烧 烧毁了25辆汽车 疑似有人乱丢烟蒂 火事控制后看车子都被烧到 剩骨架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主办单位表示会联络车主进行赔偿 至于起火原因还要进一步厘清 记者中部众博报导